昨天呢是学生放寒假第一个周末假日 为了避开春节的尖锋人潮 有不少家长是带着小朋友出国来度假了 机场出境的大厅已经涌现不少的出国人潮 尤其呢是短程的航线 像是东北亚跟东南亚 几乎呢是斑斑客满 凰运机场出境大厅人来人往 各家业者会台前挤满报到旅客 放寒假的第一个周末 不少人就西家带眷出国赞兴趣 过年会清竹家人相聚嘛 所以比较不会出国 那在出国前 过年前先出国这样子 那等一个月后来都后补都没有位置 本来是要过年期间出去 对 然后现在就提长 景气缓不复苏 今年各家业者过年出团状况都比去年好 团体型几乎爆满 并不到位 不想人挤人的民众提前出发 23号开始就出现寒假第一波出国潮 短线的日本 韩国 港澳以及东南亚班机 几乎斑斑客满 下一波出国高峰预计将落在农历年前 如果现在才要计划出油的人还有机会 因为对岸航空公司增倍两岸直航班机 也有旅行社临时加团 大陆还是最多机会 因为大陆的线太多了 那合起来没有全部卖完 业者表示春节到中国旅游还有机会订到团 而其他的航线越接近出发日期 航空公司都会有一波清仓 到时候可能有零星座位释出 想自由行的民众可以先向业者登记候补 或许还有机会买到票 记者继续报道 那这 好